大家好 欢迎回到海间美食 今天分享一款好吃的糖皮果子 记得小时候特别喜欢吃 现在外边已经很少有卖的了 那么外边没有卖的 咱们今天在家做 大盆中倒入中筋面粉500克 加入3克的盐 我们先用100克的开水烫一下面 边倒边搅拌 搅匀以后再加入3克的酵母 3克的无铝泡打粉 继续加入230克的凉水 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成大面絮状 加入20毫升的食用油 下手揉成团 我们只需要把面揉成团即可 直接移到案板上 然后用推拉错揉的方式 把面继续揉光揉匀 用这个方法揉面 很容易就把面揉匀了 揉至这个面团 看上去表面特别的光滑细腻的状态即可 我们用切刀切切一块 大约60克左右 剩下的面团放在盆中 盖上盖子 密封醒发20分钟 接下来最重要的环节来了 案板上放60克的红糖 30克面粉 然后把面粉和红糖混合在一起 用擀面杖把红糖颗粒压开 压至红糖细腻 没有颗粒装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刚刚切下的一块面 给它揪成小块 放在糖上 然后开始下手揉搓 就这一个动作 不断地揉搓 看一下 大约需要一分多钟 揉着揉着 这个面团已经把干粉和糖 完全地裹在里边了 继续把它揉搓至细腻状 看一下这个糖面团 揉好的状态是特别柔软的 像耳垂一样 扣成一个碗 醒上一会儿 看一下这个面 已经成半醒发的状态 放一点干粉 直接移到案板上 然后我们把面揉光揉匀 排出面团里的气体 面团揉光后 直接搓成长条状 用切刀切成均等大小的份 一个面积大约在90克左右 然后我们拿过一个面剂子 右外向里搓揉均匀 整理成一个圆形的面团 接下来我们取过 醒着好的红糖面团 直接搓成长条状 也切成8等分 然后我们把每个红糖面团 沾一点干粉 也同样搓成圆球 把红糖面剂直接按压扁 擀成一个圆形片状 饺子皮大小即可 然后我们在每一个白面团上面 抹上一层水 目的是让这个红糖面片 更好的粘合在上面 把擀好的红糖面片 放在上面 盖上保鲜膜 二次饧面五分钟 取过一个饧至好的面剂 整理一下 用擀面杖擀大擀开 厚度大约在0.2厘米左右即可 擀成这样的圆饼 在中间划上两刀 起锅放油 我们用一双筷子试一下油温 看一下 筷子旁边有密集的泡泡 这样就可以了 油温基本上达到五六成热了 红糖面朝下 放入我们做好的生息 因为红糖特别容易糊 大约炸至十几秒钟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看到底部鼓起 再给它翻一个面 反复翻面 大概四五分钟的时间 看到这个糖面裂开 底部变色 即可控油出锅 家人们看一下 老顺糖皮果子就出锅了 表皮是酥脆香甜 看一下这面 也特别的漂亮 掰开看一下里面 里面特别的蓬松 喧软 捏下去立面回弹 好吃又容易上手 有喜欢吃的朋友 可以动手试作哟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谢谢您的观看